那有什么差别,当然有差别,等下再来讲 另外还有,这边还有个什么,除了几粗面,偏移面 那这样偏移面除了点这个之外,这边还有个所谓的偏移 那偏移按下去,一样取这个面,空白键一下 那偏移距,一样二十 然后往上你会发现,一样也是往上是二十 那可是有什么差别,其实等一下再来看 就是说呢,在那个挤出面,它除了可以挤出正方向之外 它可以怎么样呢,挤出负方向 那相关的说明,各位也可以把游标放上去 它会显示一个说明,不过这个说明还不太够 各位如果说要看详细的说明 我们书上有没有,书上其实有讲 不过呢,还是讲的不是很清楚 在五字式事页的下面这边 那比如说呢,我今天要一个更清楚的说明 其实我都建议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 挤出面,其实这边说明它只有很简单的 第一个要一个面,选一个面 第二个是一个距离,就挤出来,类似这样的 那你如果要看更清楚的,我发现按F1 里面有更详细的说明,而且写的还蛮不错 甚至比我们书上写的还清楚 所以如果说你要看比较详细的说明的话 你就在这个游标移动到那个 挤出面的时候呢,你就按一个F1 那F1之后呢,它就会跳出那个 实力编辑的相关说明 那里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呢,它会跳出实力 有没有,那有关于面的部分 它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实力编辑里面有包含面 那其实我们刚刚运用的就是面的部分 那面的部分有包含什么 挤出,移动,旋转,偏移 拉把,删除,复制等等 那什么叫做挤出 这边有个说明,实际上也是XY 不过呢,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呢 它这边可以让我们挤出的方向 其实可以做改变的 那其实最大的差别 我示范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点一下挤出面 选一个面之后按空白键 那关键点就是 高度一样给20好了 Enter 再来的话呢,其实挤出面 最大的差别是挤出的什么呢 它的角度 如果这个角度 我给,比如说给30 按Enter 你会发现有没有 它就会不止挤出 而且挤出的这个角度呢 可以是30度 这个地方的角度会是刚好是30度 OK 那如果说呢,我今天呢再挤出 假设我挤出的高度 一样是这个面,你选一下按空白键 再来的话呢,高度一样是20 Enter 那如果角度刚刚是正的,正的向内 如果今天给负的呢 负30按Enter 你会发现是变得怎么样 变成是向外,向外障 那如果说今天呢,你用挤出面可以这样做 那其他的功能,像按拉,它就不行 挤出,挤出也不行 所以挤出面呢,跟其他的功能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移动跟旋转 便宜这些功能 到底他们虽然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 可是还有一些差别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那请各位呢,先画出一个正方块 然后再做练习一下